张化线内四大医疗体系 张基 秀传 圆龙 卫生福利部张化医院 以及红棕林医院 支持县府防治空污联合推动 张化线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炎筛检工艺方案 共提供1600名免费筛检名额 一日上午卫县长宣布 千万好康玻璃灾 肺炎筛检盖底海 张化线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炎筛检工艺方案起跑 那我们感谢张化线县内的六大的医院 赞助1600位的名额 每一位检验的价格是7500块 但是我们是免费的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相亲 能够来报名来参加 我们提供1600位免费的 那现在目前的话 用这个我们所谓的高阶的电脑断层的 低剂量肺炎筛检呢 大概可以看到0.2公分到0.3公分的小的节节 那依照我们的过去经验 其实我们在原荣医疗体系的原荣医院 原生医院过去这几年来 已经推了好几年 就是对我们的公教警销 都提供免费的这样的肺炎筛检 这次活动自5月1日起 至各赞助医院筛检名额额满为止 卫生局呼吁彰化县民众 善用这次免费筛检服务资源 鼓励符合筛检资格的民众 踊跃参加筛检 早期发现适当治疗就能做到 轻松做筛检 废废保平安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道